你去哪儿 天天 我又一样 三厘米 多了一厘米 再回去零点五厘米 你们看我买了什么 好吃的啊 小鹏 谁把灯关上了 来肉了 快开灯啊 探测到失踪的树林 探测到失踪的树林 哈哈 这是最后一个树林了 神奇小队 金黄完毕 开始变成 开始变成 树林了 脑林了 小鹏林了 这就是 小鹏林了 身体 这就是 终于知识 掌声势舰 出发 到达印城地区 飞船准备降落 这 这是姑娘果吗 草本植物怎么会长得这么大 在那边 住手 不许伤害它 别怕 我们是来帮你的 我的狗狗 跑到这片奇怪的林子里去了 放心 有我吴天天在 一定能帮你找到狗狗 根据树枝折断的角度分析 狗狗可能往那边走 路开了 等等 树林好像在引诱我们往这边走 不能上当了 换个方向 好像有点道理 姐姐 你真聪明 老师 等等我 咬 极速正定拳 咬 咬 攻击防御盾 大家快过 看 是狗狗的脚印 原来就是这条路 是哈哈的狗手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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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危险 哈哈 怎么会这样 舒灵不想伤害她 哈哈 等等 去哪儿啊 我自己走 你还好吗 小妹妹 等等 我快顶不住了 嘿嘿嘿嘿 你们的新造型可真不错呀 哈哈 小姐 快帮帮帮 如果遇到困难 你就翻翻书 翻翻 开启传输 看糊涂老师的糊涂道具又来了 今天是晴天啊 凡事不要先入为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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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illeur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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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那棵小幼苗 你长大了 还结了这么多果子了 别怕 这是书灵 我想它做这些 是为了感谢你 曾经保护了小幼苗 太美了 小幼苗不可为你开心了 对不起 是我先入为主 误会你了 我敢不敢 书灵书灵 跟我回家 天地玄华 宇宙洪荒 书灵归位 万物如常 孩子们 你们看 这些都是你们努力的成果 太好了 书灵回来了 芝士也回来了 本草纲目 这可是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 是什么书啊 本草纲目是明朝 一个叫李时珍的人写的 书里记载了几百 不对 是几千 总是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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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化学天文地理各方面的知识 可以说是一部非常有影响力的博物典籍 那这和植物有什么关系啊 书里记载了很多植物 还标注了它们的药用价值 在中国古代许多药物都来源于植物的各个部分 例如姑娘果 它的果实就对心脏有好处 诗金菊可以补充维生素 洋葱能预防感冒 西瓜能消暑解渴 所以啊 这可是宝贝 这么珍贵的宝藏可不能丢啊 珠物手册总算做完了 来来来 拍张大合照 三 二 看这个 还有这个 我记得这个 走 走 走 该说再见了 孩子们 准备完毕 出发